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去了 陈老婆闭上眼 还是能清楚 得记得摸着儿子血衣的样子 2017年8月29日 对陈家来说无疑是天塌下来的日子 陈老婆接到儿子指导员打来的电话 说平平在演习中出了事故 正在抢救 希望家人赶快到医院来 他带着媳妇和他儿媳 第一次来到了安徽分界 陈老婆很平静 他听得出部队领导的语气 儿子 怕是已经没有了 医院殡仪馆中 政治工作部刘志强主任 脑子中反复想着一会儿 怎么跟陈平平父母说话 这种经验与他来说几乎没有 如果他们嚎啕大哭控制不住怎么办 如果他们质问 我为什么送到部队的儿子这样了怎么办 如果他们对我提什么要求我该怎么说 劣势的父母是什么样的 陈老婆的预感没有错 来到医院后 他们直接被带来了病 医馆 空气安静得可怕 陈老婆没有回地痛哭 也没有高声质问 他问平平是怎么出事的 刘主任告诉他们 演习终于遇到了一个哑蛋 战士们不知道怎么办 电话请叫 不在现场的陈班长 陈平平听说后主动来到演习现场 让所有人退后后他按照步骤进行处理 不曾想炮弹最终打响了 在他的身上 平平就这样因公牺牲了 因公牺牲刘主任只能说出这四个字 因为劣势是需要认定的 父母平静的令人心痛 或许真正的悲伤是哭不出来的 刘主任一肚子安慰的话不知怎么说出口 陈老婆先开口说 平平是训练过程中牺牲的 训练哪有不死人的 我们觉得很光荣 希望部队能够尽快处理平平的后事 早点开追到会 我们早点平平回家 不要影响下面的演习任务 在场的官兵愣住了 很多人转过身默默流泪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这就是劣势父母对部队提的要求 图为陈平平牺牲一周年 下游几点几点的场景 而陈平平牺牲十二十九岁 如果他还活着今年也到了儿力这年了 陈平平牺牲十未婚 他谈了几年的女朋友 因为部队太忙总推迟婚期 人家不理解就吹了 陈平平牺牲时父母都六十多岁了 这样的打击对这个并不富裕的农村家庭 来说无疑是巨大的 牺牲不是结束 劣势的后事不是追到会那么简单 演习正午结束后 单位第一时间对陈平平的事故进行认议 最终确定为劣势 并翻发了劣势证 送到了陈家父母手中 如果有负责人横巧看到这篇文章了 我们体谅所有人工作的不易 但真希望你们能快一点 早日把劣势证送到陈老婆手上 更令人伤心的是 根据老家的风俗 未婚无此事难此事后 因后带供奉云牌 我会不得安放进家族祠堂 至今 陈平平的骨灰 仍既旺在当地殡仪寡 朋友 如果你有时觉得中国军人已经没有血性了 请看看劣势的父母吧 他们身上有中国军人的脊梁 他们虽不是军人 却养育出了为国军区的共和国卫士 三里永远想不到 战士的父母会向部队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陈老婆说 希望自己快18岁的孙子也来当兵 就来陈平平牺牲的连队 被中央军委授予献身使命的模范团长 胡小龙等母亲来到儿子生前的连队 只说了一句话 小龙走得太早 对不起党和人民的培养 中国首位监视女飞行员 于是的父母连鸣写公开信 希望社会各界不要再给他们捐款捐物 也请不要到家里来看望 我们是普通农家 只想过平淡平静的生活 列治赵湛英的母亲因为没有路费 20年之后才到列士陵园 第一次见到了儿子的墓碑嚎啕大哭 他的心愿也只是能激电儿子 列士顾怒的母亲张姓慧 把失去独子的痛 变成爱给了连队所有的战士 可能这样才能缓解失去儿子的痛苦 列士家属的要求 往往简单的令人心疼 他们少见图名图利 陈老婆至今都没能到儿子生前 所在的苏州某部队转转看看 他怕影响单位训练 看到他们 你们也大概能够理解他们 为什么能够让玉珠 愿意为国牺牲的优秀儿女了 418岁 你对刚成年的孩子会有什么要求 好好上学 好好谈恋爱 好好享受生活 军人母亲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好好活着 能为祖国再多做些贡献 他们知道 孩子穿上军装的那一刻 就不是自己的孩子了 他们是人民的儿子 适当的儿子 我说这些话一点都不假 许多烈士的母亲 他们说唯一的遗憾 就是孩子走得太早 没能为部队再多做些贡献 这些像台词一样的话 从这些老母亲口中说出来 让人心疼 你们的傻姐原意 就是儿女们在部队死心塌地 奉献的最有力的后盾 烈士们或血走得早 他们的父母儿女却还在 试着已试 我们能做的是照顾好他们的父母 培养好他们的子女 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推荐精彩 带你走出迷茫迷雾 遇见最好的自己 投稿联系 JIANKESAN001-163.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